一星期一本书 人的眼睛始终只能看到事物表面 却无法看透人心 谁都难以料到 当初约定好一辈子的挚友 会不会在某天就走散在人海 当初如胶似漆的爱人 会不会不经意就形同陌路 人之辈子 到底谁才是陪我们走到最后的人 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真正的朋友经得住时间的检验 网上有句话 人与人交往 久处之后才分得清谁是真心 谁是假意 心寒之后才分得清谁是真情 谁是伪善 深以为然 回首我们身边的有些人 本以为值得相交一辈子 最后也在使劲地推移下 渐行渐远 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 带走那些虚伪的感情 沉淀下最值得珍惜的朋友 正如你的孤独 然而 不必为走失的那些朋友感怀伤悲 因为真正的友情 绝不会因为距离 绝不会因为距离的增大 和时间的久远而离去 正所谓 路遥知玛丽 日久见人心 时间 在帮我们看清人心同时 也帮我们沉淀了真情 那些日渐远去不够真心的 是注定与我们无缘 不能够陪我们到最后的人 那些经历过风霜雨雪 依然不离不弃的人 才是真正值得用力去珍惜的人 真正的爱情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有人说 我不羡慕街头热闻的情侣 我只羡慕身相里相互搀扶的老人 是啊 爱情不一定非要轰轰烈烈 人尽皆知 很多时候 细水长流 香如荧墨的陪伴 更加动人 2013年 车王舒马赫滑雪状岩成了植物人 每天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医生诊断 舒马赫醒来的几率很小 妻子克林娜不为所动 她说 全世界都放弃了她 我是她的妻子 我不能 她倾家荡产 来为之每周高达一百万的治疗费 每天悉心照顾 陪她说话 渴望能唤醒她 有人说她傻 这样只会人才两空 有人说她吃 植物人醒来 简直天方夜谭 可她说 我要一直守护着她 从舒马赫妻子的执着中 我们可以得知 爱情不只是花钱月下的情意绵绵 更是岁月更迭间守护一辈子的心 真正的爱情 经了起时间的考验 我们常说 爱一个人很容易 但爱一个人一辈子却很难 人最难做到的就是始终如意 而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变幻无常 而真正的爱情 是历经岁月的魔力而历久迷心 从激情到亲情 从感动到感恩 从浪漫到相守 时间越久 越不越离开 这才叫爱人 只有经得起岁月的检验 才是真正的爱情 离开的都是风景 留下的才是人生 同事最近参加了一次同学会 回来后感叹道 有些同学毕业后也一直微信联系 问候彼此近况 相互鼓励 而有些同学 十几年了音讯全无 这样的人也不值得惦念 是啊 年纪越大越能明白 遇见过多少人不重要 能留下来的才重要 离开的都是风景 留下的才是人生 我们这一生 会遇见千千万万人 但大多数人 只能陪我们走一程 今天心事淡淡说 要相伴相帮的人 明天也许就与我们陌生 今天还是山盟 要守护一辈子的爱 明天也许就变得可有可无 而这些来得快 去得也快的关系 我们大可以坦然 挥挥手表示告别 那些不管风霜雨雪 都不离不弃的人 一定要倾尽生命里 用心去珍惜 正如白洛梅曾说 世间万物 都有各自的信仰和宿命 所有的相聚 都是因了昨日的平散 所有的离别 都是为了寻找 更好的归宿 所以 不必为了某人的离去 而惆怅感伤 只用好好爱着眼前 还陪在我们身边的人 说到底 眼睛看到的 始终只是表象 时间会筛选出 真情与真爱 岁月渐远 人生一失 知足而暖 相遇默契 余生 愿我们学会 用时间和心看人 对那些陪着度过 人间冷暖 不离不弃的人 我们一定要用心 习致 这才是我们真正 要留在生命里的人 好了 那今天和大家 共同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守候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文章 欢迎在文章的底部 给我们点个赞看 我是周周 那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咯 祝大家晚安 好梦 在闭筹 conse 闭筹 我看好梦 我看好梦 直接放行 不散咯 不散咯 直接放行